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这个频道 我们来聊一下这个 斗鱼女主播王雨珊 这个斗鱼女主播王雨珊呢 就是自己开着这个电脑 在就是录着屏 非常有意思 这个事件吧 就是说自己非常惊讶遇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在读粉丝就是 来信的时候呢 这个粉丝也非常的坏 把自己这个 私密的照片给发了出来 就是包含这种非常私密的 就是关于个人隐私的这位粉丝呢 以电子邮线的形式 发给了这个女主播 这个女主播呢 就是当时啊 正在就是用电脑录屏 再加上自己在旁边操作嘛 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女主播呢 当时是一封一封的打开 当打开这个关键 那一封的时候呢 这个图片被放大了 然后呢就是说 当时她感到非常的惊讶 非常惊讶 这一幕就是说 就是这个自己啊 就是说不愿意看到 不愿意看到 非常惊讶 手忙脚顿的呢 赶紧关掉这个电脑 赶紧关掉 关掉屏幕 当时她就是直接切断电源就好 就是直播结束嘛 但是呢 她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选择了关掉这个 自己的电脑屏幕吧 关掉电脑这个小窗口 其实这个诗呢 就是很多人在搜索 在讨论 就是大家了解 怎么回事就可以啊 不必就是去 唉 其实一张照片嘛 也没什么多大的意思 感谢大家收看吧 感谢大家订阅 关于这个直播翻车这个诗呢 就是你说说就是一封邮件吧 就是打开弹出这个照片 这样的翻车 就是属于是偶然事件吧 就是第一次经历过这样的事 第一次经历 所以呢 就是说在直播之前嘛 就是先就是阅读一下 看看全部要直播什么 就是说这个准备工作 没有做好嘛 准备工作没有做好 这个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